众所周知,齐白石是我国国画界的大师级人物 他的一生创作了无数价值超高的画作 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58岁时在一位朋友家做客 却对他们家一个年仅18岁的保姆一见钟情 为了讨到他的欢心,专门为他做了一幅画 而如今这幅画的价值已经高达9200万这样惊人的数目 若要说起这件事的完整过程 需要追溯到齐白石57岁的时候 刚刚定居北京的他并没有很多的好友 其中胡恶公算是和他关系很不错的 因此经常走动,相互联络 于是第二年的春天,齐白石就到胡恶公家中做客 对18岁的保姆胡宝珠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倾诉 感觉自己虽然已然年老,却已久因为他而着迷 因此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专门为他做出了一幅画予以赠颂 并且取名叫做福座繁华 这幅画中描绘了多种水果花卉 欣欣向荣的样子,尽显繁荣富贵之一 也甚是好看 这幅画被献给胡宝珠之后 他也很是惊喜 经过许多朋友的共同努力,齐白石成功地将其拿为妾 两人婚后的生活也很是幸福和谐 在照料丈夫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巧妙利用很多的空闲时间 本身就很是灵力的胡宝珠逐渐学会了离魔的方法 甚至有时候能够将齐先生的画作也离魔得有些风韵 这使得先生对他更是赞赏尊重 在七年老的时候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弟子 平日李嫂和师母套近乎 生怕自己失去他 从这一点便能够看出齐白石对妻子的无限宠爱与珍惜 怀有着深深的眷恋 两人在一起之后 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七个孩子 可惜胡宝珠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早于老先生在1944年就不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的他只有42岁 这对于深爱着他的齐白石来说 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打击 而他为妻子专门做的这幅画 也因为战火的原因流落到民间 前几日在一次拍卖会上亮相 这幅作品卖出了9000万的天价 可以说是很高的价格了 引人不免大为欣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